两只可爱的蜡肠狗溜进了森林之王狮子的园子,而且笔直地冲向了狮子王。 就在游客们紧张到屏住呼吸的时候,狮子王竟然伸出舌头舔狗狗狗狗狗和狮子王还互相露出肚皮。 动物园的狮子王 位于美国厄克拉河马州维尼伍德市Winewood的大维尼伍德一国风情动物园 Greater Winewood Exotic Animal Park是一个野生动物的救护场所,这里袭袭着超过1400只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。 这座动物园成立于1997年,是厄克拉河马州施普林格市 Springer的施莱波沃哥尔Scriver州家族为了纪念去世的儿子而吃力的,所以目标是通过让那个客人与来自一国的动物互动, 帮助人们学习和感受动物之间让人赞叹的纽带。 动物园里有一只体重超过500磅、227公斤的森林之王, 呼须随风飘逸的非洲狮子王邦纳蒂格 跟很多人眼中的非洲雄狮不同,邦纳蒂格被饲养的时间长了也庆美了, 多了一些猫咪的可爱性情,比如在地上打个滚,露出肚皮来跟照顾它的动物园饲养员互动等。 狮子王威风凛凛,却因为从小被人养大,失去了野性、视频截图。 非洲式的另类好朋友,艾比阿比是一只可爱的腊肠狗, 体重11磅,5公斤左右,毛色有两条皮可爱, 跟动物园其他三只腊肠狗一起玩爽的时候, 四只毛色不同的狗狗在一块儿奔跑嬉戏,非常有趣。 不过艾比跟其他三只狗狗不一样, 它有一个心灵伙伴,这个伙伴就是邦纳蒂格。 我从见过这样的友谊公园经历约翰, 原来邦纳蒂格和四只腊肠狗年龄相仿, 从六周到九周大的时候就被放在一起长大, 可以说是从小一起玩大的铁哥们。 从小一起长大的邦纳蒂格和艾比之间的友谊很深厚, 视频截图,邦纳蒂格和艾比的友谊。 尽管有四只腊肠狗, 但邦纳蒂格只有跟艾比关系紧密, 不管周围有食妖人,食妖动物等, 邦纳蒂格和艾比都可以互相舔着对方。 在公园常常可以看到邦纳蒂格眯着眼睛趴在地上, 任凭艾比在他身上滚来滚去,爬来抓去。 艾比在邦纳蒂格张大嘴巴的时候可以冲上去舔邦纳蒂格的嘴巴, 而邦纳蒂格也会任意地舔艾比。 最神奇的事情莫过于邦纳蒂格和艾比之间建立的友谊哦, 约翰为自己管理的动物园出现这样的动物好伙伴很骄傲。 相关影片来源YouTube如遭一出请见。 亮 邦纳蒂格的奇特个性 跟野生的非洲是不同。 邦纳蒂格从小在人类的照顾下长大, 所以跟人很亲信, 喜欢跟人互动, 做游戏。 不过寻养员总是很忙碌, 所以更多的时候, 邦纳蒂格是跟艾比和其他三只狗狗一起追逐着玩闹。 邦纳蒂格和艾比之间非比寻常的友谊。 视频截图 我在狮子园的时候从不会感到害怕, 这些腊肠狗也从来不会觉得害怕。 约翰笑着说, 这一刻邦纳蒂格在追赶腊肠狗, 下一刻就是腊肠狗追赶邦纳蒂格, 他们喜欢换着小色玩耍。 邦纳蒂格和艾比之间的友谊让人称赞, 有网友表示友谊不在于外表, 而在于内心相观影片来源, YouTube如早已处请见谅。